HELLO 各位同學大家好,我是Marco老師 那進行到這個單元呢 我們還是要請各位同學來做一個簡單的測驗題 就如同我們的第一單元一樣嘛 我們有五題的測驗題 一樣,第二單元開始我們有五題的測驗題 那在進行測驗題之前呢 Marco老師跟各位做一個進行測驗之前的一個簡單的一個敘述跟說明 例如說我們等一下測驗題會提到本單元的重點是什麼 那這個單元主要是探討就是何謂創意以及何謂創新 那創意跟創新的分別是什麼 如果同學有去看這個課程的話 你們就很清楚知道說我們這個課程裡面所探討的創意跟創新的差別是什麼 那再來就是還有我在這個單元提到的三創模式 三創模式就是創意、創新還有創業 那創意到創新這個過程跟創新到創業這個過程 如果同學有看課程就會很清楚知道說 要怎麼樣去回答這個題目 例如說如果題目有提到三創的差異是什麼 我裡面就會跟各位說明要怎麼樣作答 那再來就是我覺得蠻重要的一點就是 如何的去提升我們的生活中的一個思考能力 課程裡面有介紹有五種思考能力 我只能大概提到 例如說裡面有獨創力、經濟力、變動力跟思考能力、觀察力 那你們要如何的去在題目裡面去抓出不是五種思考能力的範疇之內的 那同學就要去思考一下囉 那再來就是我覺得蠻好玩的 是在裡面我有提到偉大的一些所謂的發明家跟所謂的一些偉人 他們是如何的透過觀察力來產出不錯的一個過程跟一個偉大的發明 我在裡面也有提到 那同學在做成員的時候裡面會讓各位了解說 哪一個不是透過觀察力來產出不錯的一個發明的人是誰 你就把它帶出來 那這樣子的話 如果同學有看完我們這整個課程的話 其實針對這五題很簡單 五題的題目 我相信各位同學都可以很輕鬆的去作答 而不會覺得說 喔老師你在寫什麼我看不懂 OK